这一节我们要介绍自转跟公转 还有世纪的变化 第一个重点 自转跟日夜的现象 第一点 地球由北极向下看 是一个逆时针自转 就是由西向东 写逆时针 眼睛在这里 在北极上空 往下看 地球是逆时针自转 从次到看的话 这边是西 这边是东 由西向东自转 因此星星月亮跟太阳 对地球而言 都是东升西落 第二点 从次到的方向看 地球是由西向东转 第三点 如果从南极往下看的话 会变成顺时针自转 从这边看 会变成顺时针 但我们一般都是考北极往下看 这个从南极看的话 这个几乎没有再考 第四点 地球的自转会使地面有日夜交替的现象 所以日跟夜是自转造成的 我们看这个图 太阳在左侧 左侧光线打进来之后 地球的左侧是亮的 右侧是暗的 而且地球自转一圈 是经过24小时 所以同一个地点 比如说这里 这里是白天 转到这里的时候变黑暗 所以会有日夜的现象 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一条 这个叫自转轴 所谓的自转是物体 会沿着本身的一个轴 自行转动 这个我们叫做自转 所以这个轴 我们把它称为自转轴 第五点 赤道面跟黄道面有一个交角 我们来看这个图 地球并不是一个正的 如果这个轴 地球绕这个虚线这个走旋转是正的 但地球有稍微倾斜 这个走才是我们的自转走 也叫做地走 这一条赤道 所以这边会有个赤道平面 这里赤道平面跟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时候 那个轨道叫黄道 那个平面我们叫黄道平面 在这里 这个黄道平面跟赤道所为成的赤道平面 有角度 因为没有平显 这个角度是23.5度 或者说地球的自转轴 跟这是黄道面的法线 黄道平面的法线 这条曲线有角度也是23.5度 所以地球是倾斜的 我们来看上面这个图 绿色这个平面就是黄道平面 这个红色这是赤道 所以这样子是赤道平面 赤道平面跟这个绿色的黄道平面 这个角度就是23.5度 所以赤道面跟黄道面的交角是23.5度 或者说地轴跟黄道面的法线 会偏写23.5度 因为这个偏写 所以各地一年中 日夜的长度会随着时间再改变